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来到香港是有一个特别任务在身的 那就是约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这个人他是马来西亚人 只不过他在香港生活 而且这次他还说他有惊喜要带给我们 那也不多说了 我马上要去找他 没错 这一次来到香港的目的 就是为了参加邓阳天的新EP发布会 邓阳天日前出席唱片公司三周年派对时 也一起宣布了新EP潜意识正式发行的消息 为了延续歌手在发片日到唱片行 购买第一张专辑的传统 邓阳天在发布会结束后 也专程到唱片行购买自己的新EP 图个好一头 我觉得今天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这个baby终于就是面试了 其实错综复杂 因为除了感动 当然感动是因为这一年里面的努力 然后努力去学广东话 然后努力去跳舞 还是努力唱好每一首歌的那个 结晶终于在这一天诞生了 然后除此之外 当然看到公司整个团队是那么的团结 然后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专辑呢 有很多的突破啦 第一次唱广东歌 然后第一次跳舞很多 要不要好好地说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专辑整个概念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想法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想说 这两天到底是谁 所以其实你看到专辑名称 潜意识之外 其实有一个真伪 然后真正的这两天是谁 然后私底下的这两天 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这张专辑里面就是 能够听到这不一样的这两天之外 也非常荣幸地 能够有四个香港非常杰出的音乐人 制作人 帮我完成了七首歌的制作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 虽然说一年的时间不是很长 可是这一年里面 其实跟四个制作人学到的东西 是完全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呢 其实的主题概念性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里面这些照片真的要这么帅吗 这个是在我出发的 当天的中午开始拍摄 然后觉得还蛮好玩的 有一些灯管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其实除了拍摄之外 那个我也越来越爱吃嘛 然后每一项工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很享受那种 跟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个饭喝啊 然后大家一起沟通啊 大家一起交流那种感觉 对 因为反正现在音乐就是你的生活了 所以大家呢 可以购买专辑呢 就可以更加的贴近 Isaac邓阳天咯 视香港为出发点的邓阳天 希望他的音乐作品 能以香港为中心 在发扬光大到各个地方 让大家听见 看见唱片公司 以及Isaac的用心和努力 希望能借着这张EP 让更多人认识邓阳天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